俄罗斯坦克和好几台画上欧字图案的军车又穿梭街头 俄罗斯国防部周日公布新画面 宣称这些坦克正由北边南下朝首都基辅进逼 画面中还有俄罗斯无人机起飞升空 地面同步炮弹连发 俄罗斯攻势一波波 有空降部队成功控制住某处的军用机场 只是详细地点俄罗斯官方没有明说 基辅近郊部落瓦利一间仓库冒出浓烟 这里原本是一处粮仓 现在成了俄军攻击的目标 企图让平民和军人断绝粮食 俄罗斯这几天开始把战线往西扩 紧邻波兰的军事基地遭到空袭 酿成35死上百伤 一名乌克兰士兵再向欧盟喊话 我希望全球给你召唤自己 救护自己 救护自己 明天就会吃饭 而先前遭到俄军占领的蛇岛 最新卫星照曝光 上头除了盖上一层白雪 还可见轰炸后的炮坑 蛇岛上几乎一半的建筑都被移为平地 不远处的海上还出现一艘俄罗斯舰艇 英国国防部指出俄罗斯海军部队 已经封锁黑海沿海地区 除了切断乌克兰海上贸易 还计划为登陆做准备 看玛丽波 这就是经典的俄罗斯的方式 专家分析俄罗斯的战术 就是尽可能让乌克兰弹尽良绝 现在对付南部港口城的做法 将来也会拿来对付基辅 俄军目前距离基辅仅剩25公里 加上西部城市又轮番被炸 乌克兰士兵抵抗俄军入侵的压力越来越大 天边闪过一道不祥的火光 下一秒 隆隆炮火声随之而来 乌克兰西部城市雅沃利夫 一处军事基地 周日清晨遭到俄军炮击 初步估计至少发射30枚炮弹 浓浓黑烟窜向天空 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 乌克兰士兵急忙搜寻遭搏击的弟兄 这场攻击不只让人担心 俄军攻击范围扩大 更凸显这座军事基地的战略意义 临近波兰边境的亚沃利夫军事基地 传统上是北约联合演习基地 也是乌克兰西部最大军训设施 CNN报道当地目前是乌克兰训练新兵所在地 也有外国教官在基地工作 目前正在调查攻击发生时 现场是否还有外国教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重申北约设禁飞区重要性 美国两党议员也呼吁白宫 尽快决定是否送战机给乌克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可比德表示 美军会继续沿北约东翼移动 确保及时保卫北约每寸领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遭到俄军占领的赫尔松 乌克兰民众再度成群高举国旗上街示威 枪声不断响起 俄军坦克就在旁边 乌克兰民众依旧愤怒呐喊 谴责俄罗斯入侵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不顾自身安危 离开藏身的碉堡 走入到一家医院 去探望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除了问候受伤士兵 显话加长 还亲切跟伤兵自拍 并且趁这个机会 颁发寻张给伤兵跟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泽伦斯基随后又发表新影片 谈到他愿意跟普钦面对面会谈 为在基辅西北方 距离五公里不到的城镇伊尔平 爆发激烈巷战 显现基辅决战时刻即将到来 不过镇守伊尔平的士兵坚守阵地 说他们等着迎战俄军 据传伊尔平已经有三层面积 落入俄军掌控 乌克兰士兵一边防守 一边协助民众撤离 能走的人前几波都已经撤退 剩下的都是得用担架抬出的伤患 或是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 士兵牵着老奶奶发抖的手 耐心等他一小步一小步 跨过临时架设的木板桥 希望首都决战时刻 万一真的到来 这些平民的死伤能够减到最低 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受到俄军攻击 不少民众身心都在崩溃边缘 真的不知道该求谁了 只能求神 看到民众这么无助 州长也发起自救行动 这一头州长还在帮乌克兰民众 想撤离的办法 另一头想帮忙的市长 却被俄罗斯抓走了 乌克兰外长推特普文 说俄罗斯又绑架了南部城市 蒂涅伯罗鲁德内的市长 马特维耶夫 这也是继梅利托伯尔市长 被绑架后 第二个遭殃的市长 俄军也在梅利托伯尔 扶植新任市长丹尼尔勤科 直接跟俄国搭上线 不只用讯息洗脑梅利乌伯尔 还呛下想出手帮忙乌克兰的 不只说要对付外籍佣兵 据传俄罗斯还有一支受过训练的赶死队 可以射杀不愿上前线的俄军 不让俄军有退的机会 俄罗斯的好朋友车臣 共和国行政长官卡德罗夫 也现身基辅参与周边战事 还话乌克兰赶快投降 但就算乌克兰想和谈 俄国开出条件要联合国背书 俄罗斯多管齐下 不难看得出来 想拿下胜利 手段越来越极端 前日别新闻的 综合报导 一群人带着家当聚集在车站一角 行动不便的老人 坐在折叠椅上等待 同行的小朋友 看得出来脸上满满的无奈 这里是波兰华沙的中央车站 跟着TVBS镜头直击 最多乌克兰难民逃难的第一站 昨天我们有两个车子 我认为是晚上9至10 有很多人从乌克兰 所以对 还有很多人 每天都有大批难民 从乌克兰搭火车跨进来波兰华沙 因此志工们选择在他们下车后 最显眼的地方送上温暖 火车站内提供热饮 站外的帐篷 还有热汤跟食物供应 就连车站旁的建筑物 也成了临时的难民接待所 这栋建筑物就叫做科学文化工 现在波兰政府为了阴令整个难民潮 他们现在是把里头作为乌克兰难民的登记所 等于说他们只要从右边的火车站 一出来拿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后 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些登记 从吃的用的住的有系统帮乌克兰难民规划 但记者也直集到难民可不只有搭乘火车过来 乌克兰的难民除了搭乘火车逃难之外 我们在华沙也直集了一个特别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些车牌前面都挂有乌克兰国旗 显示他们是来自乌克兰的车辆 所以光在这个停车场当中 我们就募集了至少有四五台 不只路边的停车场 就连记者下榻的饭店停车场 也停满了来自乌克兰的车辆 从车上斑斑灰尘 不能看出这一路有多艰辛颠簸 TVB新闻洪富华刘婷婷 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整排大大小小的娃娃车 摆放在波兰的火车月台 等待来自乌克兰的小主人 一路从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地区逃往西部的波兰 这位妈妈没有老公的陪伴 只身一人带着婴儿逃亡 她说这些免费的娃娃车帮助很大 这是由波兰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 大家捐赠娃娃车 给这些带着宝宝逃难的妈妈 现在数量多到堆满火车站 黑车从窗户伸出白色旗帜 象征运送平民的车队 在距离波兰边境不到25公里的亚沃利夫 也有人在这个时刻雪中送炭 临近波兰的大城市居民也开始往西撤 不过有一名美籍翻译在乌尔开战前就因为染疫被困在乌克兰无法离境 每天生活的主场景变成战场 连美军曾去过的训练基地都遭受攻击 这名翻译人员只能躲在屋子里祈祷 祈求普钦赶快停手终结这场冲突 TVBS新闻送不到 就算战军来袭 学生老师分散逃到各国 这位乌克兰老师还是坚持要线上视讯教学 没发心血没关系 人自发性教学 而这么做的还有他 这位老师逃到罗马尼亚早上线上教学 下午在罗马尼亚时提交乌克兰学生 因为这不只是上课 更是彼此心灵连结的管道 小孩光听到声音就害怕 尽可能的别让战争影响他们的生长 乌克兰西部的这处儿童避难中心 工作人员热心协助 小孩就算和父母分离 也会得到完善照顾 火车站天天可见逃离的乌克兰民众 有的家长带着小孩 不然就像这家人 孩子各自从不同地方 想办法全家团圆 空袭轰炸就在生活中上演 两国交火越演越烈 乌克兰民众心里的恐慌阴影 恐怕一辈子都难以抹去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一个瞬间闪光伴随尘土飞扬 马里乌普尔的军用车辆遭锁定轰炸 俄军动员无人机从空中发动攻势 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发现自己在无人机方面出现劣势 传出向中国大陆寻求支援 面对乌军使用土耳其提供的拜拉克塔无人机 多家外媒报道 莫斯科已经透过管道向北京讨救兵 希望能援助军事武器 特别是大陆自行研发的无人机 不过大陆外交部否认这项消息 专家认为在援助俄罗斯方面 大陆会刻意保持低调 而大陆透过红十字会送给乌克兰的第二批人道药物 已经抵达匈牙利 被问到如果中国军事支援俄罗斯 美国会不会出手制裁 苏利文这样回答 近期网络也疯传俄罗斯释出的假影片 其中包括乌克兰满地时代 其中一个时代居然动起来 怀疑是找人来演的 甚至还移花节目把科幻电影当成逃难影片 放送俄罗斯的假资讯战遭到一一破解 TVBS新闻中不倒